中文一讲的就是道 中文一呢 我们把它简化的话 就是阴阳两个字 那把阴阳再复杂了 就五千很多东西就出来了 简到后来就是阴阳 我们从阴阳入手 那越来越复杂 然后回归到结束呢 还是阴阳 那这个阴和阳呢 合成 我们讨论阴阳的 物性 阴阳的 观点这些都是所谓的 道的所在 最简单的方式变阴阳的方式 比如说我手伸出来 你看到我的手掌 皮肤 手的颜色 血管 手指头几根 你看到的形呢 通通是属于阴 那你有一样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就是 这有多大的力量 你不知道 你知道有力量 可能十磅 可能五磅 可能二十磅 四十磅 那这个力量呢 就是阳 颜色 致雨 那边是 其他地方 打不好 计算